你愿意为了50万美金 独自来到寒冷的北极圈 过自己自足的生活吗 在这里所有的物资都要自己寻找 连房子都要自己造 这种生活你能待多久 原本十个人的求生队伍 到了第54天仅剩下三人 最近天气寒冷到处都结冰了 杜布忘了自己的渔网还放在河里 这一下肯定没了 等他来到河边果不其然 渔网已经被冰层淹没 要想取出来可能很麻烦 杜布原本计划走到河中心冰掉 可现在河面才刚刚结冰 还不到能安全行走的厚度 所以他只能干等 但是食物供应正在迅速枯竭 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 每次提到食物短缺 杜布就会把营地里的老鼠骂一顿 他的鱼库里到处都是老鼠大便 而且之前他还吃了一些 导致他病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想起这件事就反胃的不行 他强迫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保持乐观 但想到这些糟心事就开心不起来 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安排了自娱自乐的节目 仔细看才发现他的帽子 是用围巾和鱼骨 还有松鼠皮做成的 看起来非常时尚而且很保暖 最终闲得无聊的他 回到营地继续生活 生完火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后背 都被打湿了 仔细一看原来床铺也打湿了 他冷静观察发现 当房子里温度上升时 屋顶那些冰冻的冰块 会融化落在他的睡袋上 他决定把所有保存水分的 云山树枝都扯下来 这庇护所保温性绝对没得说 但是只要加热 就会有一股巨大的水汽从嘴里喷射出来 外部冷空气和内部冷空气结合 防水布上积满了湿气 滴滴答答落在睡袋和床上 他决定从庇护所外部进行整改 他试着把他移到防水布外面 让雪在上面堆积看看效果如何 这可是一项大工程 前前后后需要花费大力气 还没等他搞定天就已经黑了 廷贝尔是当前处境最好的选手 因为他早早地裂杀了一头陀路 为自己准备了大量肉食资源 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营地里啃肉干 他尽量让自己保证八小时的睡眠 接下来的时间只要平稳发展即可 看样子他已经适应了 这里恶劣的天气和资源有限的环境 廷贝尔现在的目标是抓到更多野兔 他带着弓箭出门 但在雪地里走了很远 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动物的踪迹 他认为河流是这里真正的食物来源 但现在还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吃到冰鱼 河面上的冰还不够厚 所以他只能把吊缩挡在外面 看看能不能碰运气抓到猎物 廷贝尔思路非常清晰 他知道即使有很多兔子 最终可能也会因兔子而饿死 毕竟兔子身上的营养有限 他来到了布置陷阱的地方 这里空空如也 而且他的陷阱被毁坏了 这说明有动物逃跑了 雪被搅得乱七八糟 根本看不出来这里曾经关着什么动物 要是一只肥大的野兔那可亏大了 这几天廷贝尔都没有抓到新的猎物 他担心其他选手已经抓到了不少兔子 生存几率远远超过他 但其实他不该妄自菲薄 毕竟他库存的肉干还够他吃上百天 完全够他过冬 只是他现在追求营养均衡才会焦虑 晚上他听到营地外有动物的脚步声 原来是狼欢来做客了 他在廷贝尔发现之前拿走了他的鱼儿 然后留下足迹逃之夭夭 廷贝尔坚信这家伙还会再来 下次再见他一定要干掉这个家伙 狼欢基于他的肉干 他正好想要吃狼欢肉 要是能再遇到 就看谁能如愿得到盘中餐了 廷贝尔带着弓箭来到草地边缘 厚厚的雪地上还留有狼欢的脚印 期间还有廷贝尔前几天的脚印 这说明狼欢是跟着廷贝尔来到营地的 没办法狼欢的嗅觉非常敏锐 他甚至能找到藏在六米地下的冬眠动物 现在不除掉他后患无穷 廷贝尔暂时放弃了钓鱼的想法 全心全意地在树林里所有狼欢可能经过的地方 设置套索陷阱 他这是铁了心要拿下那只狼欢才罢休 威廉姆这边还在溜冰 准确说他是在冰上凿冻准备冰钓 冰钓是目前预期较高的项目 如果能成功钓到鱼之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他始终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只要自己不断努力学习就能走狼 拿到五十万不是梦 他用铁丝做了一根引线 所以有锋利的牙齿 如果他们在钓锁上 可能会要断掉绳功溃一溃 用铁丝安全的多 他担心自己把斧头弄丢 还特意把他系了绳子绑在自己手上 凿冻可不容易 他花了小半天的时间 才挖出一个脸盆那么大的洞口 威廉姆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 获胜的几率越来越小 他确定有人搞到了驼鹿或熊这种大祸 他把棍子插在冰面上另一头挂着掉线 接下来就安心等待大鱼上钩了 看到这个潦草的陷阱 我都想问这细细的树枝不会折吗 而且一般来说冰掉的时候 不都要放一把草在洞口防止洞上吗 还是说威廉姆自有妙计 威廉姆回到营地烤火 顺便把在第46天抓到的最后一只松鸡 放进锅里慢慢熬煮 现在他只能等着日子过一天是一天 为了能在这活下去 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精神不济就等于被淘汰 这是前几季选手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威廉姆把炖好的肉端下来 刚吃了两口就看到河面上 钓鱼的树枝冻了两下 随后他火急火燎来到冰冻 马不停蹄把上钩的鱼拖了出来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条鱼足有六公斤重 够他吃上好几天了 而且这一次的成功说明 这里确实是能钓鱼的 他激动地感谢父母 感谢上天 感谢大自然 这一个星期都不用担心没饭吃了 就当是对他失去的海力的补偿吧 更让他惊讶的是鱼毒里 竟然还有一大块鱼子 当真是走了狗屎鱼 鱼卵是很好的诱饵能吸引到许多种类的鱼 有这么上好的鱼儿 还怕钓不到鱼吗 食物链启动 威廉姆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翻身了 比他预期的快很多 不过吃了前几次亏 他现在格外注意食物的存储 想方设法阻止小动物们偷吃他的食物 廷贝尔这些天 也在专注于用陷阱打猎 闲暇时候 他还自制了一个贝斯 闲得没事干的时候 他们就喜欢这么整活 但别说这做出来还挺好看 音色也不错 一看就是个檀面花高手 廷贝尔自我感觉良好 越来越适应在这里的生活了 他的说法是 足够努力之后 就该享受生活了 虽然一开始求生 是为了采集狩猎捕鱼 让自己吃饱穿暖 担到了后期 这是实打实的心理游戏 构建强大的精神支柱非常必要 除了基本生存任务外 廷贝尔还在写歌 他弹着贝斯 唱出了自己的原唱歌曲 这水准参加选秀也没毛病啊 等比赛结束不论输赢 他都能直接出道 毕竟能在北极开演唱会的家伙 确实没有几个啊 威廉姆这些天睡眠质量不高 可能是因为钓鱼有了收获 过于兴奋了 有了一次成功后 他就一心扎在了河道上 天还没完全亮 他就来到河边检查掉线 白天会越来越短 直到极夜太阳会不再升起 所以他必须准备 万全等待那天的到来 为此他多凿了几个洞 要是每个洞都有产出 那岂不是发达了 天亮的时候 威廉姆用冰块搭了一个箱子 这是他的新冰箱 这个天雄都去冬眠了 应该不会有刺头来捣乱了吧 但说实话在上面浇点水 不是能把箱子冻得更结实安全吗 威廉姆没有多想放好鱼肉后 便甩手回营地休息了 杜布也紧敢慢赶准备冰钓了 为防止滑倒塌 还特意先做了一双血鞋 血鞋能分散体重 就算遇到危险也有退路 冰层很厚 非常适合钓鱼 但要凿动就麻烦多了 一开始 他甚至没打算带斧头 想到要冰钓后立马就安排上了 现在他终于派上用场了 杜布对自己的钓鱼能力非常自信 不过 他得自己定的目标不算高 他原本就想过会有两到三周的时间 可能钓不上鱼 只是现在食物供应越来越少 他有点焦虑了 但钓鱼这种事急也急不来 他蹲在冰面上 拿着钓鱼杆守了好一会儿 鱼钩上并没有动静 让他失望至极 他干脆拿出鱼钩带上鱼杆回家了 他又拿出了那批被老鼠粪便感染的鱼肉 不吃东西一定会饿死到退出 吃了这鱼肉可能会感染 也可能会安然无恙 所以他的选择是吃肉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他实在太想要那笔丰厚的奖金了 赌一把万一赢了呢 从老鼠屎堆里捡来的鱼肉 就算没有病毒听着也隔音 而且他平时没有吃过鱼头 非常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只能硬着头皮大口吃了下去 廷贝尔每天都兴高采烈的 他对自己当前的生活非常满意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需要的一切 温暖的火堆 数量够多的柴火 还有能过冬的食物库存 不出意外他们三人的争夺战 已经能分出胜负了 廷贝尔非常谨慎 不让自己发生意外 今天他的任务 是把驼鹿肉分成两堆 他用T恤缝了一个包 把较软的肉干放在一堆 硬到不能直接下口的 则储藏起来 等有空了再吃 他一边整理一边检查肉干 然而 他发现有几块厚肉片上有了煤斑 他当即心凉了一半 不会全都不能吃了吧 这不完蛋了吗